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 说到这个还没讲完 那我们说一下RM还有什么作用呢 刚才我们在这边创建了一个CD 创建一个马开东-com 我们进到马开东-com看一下 它有一个文件夹file 好,我们现在退出来 我们现在是想删除马开东-com 怎么办呢 RM 按照刚才我们学的 RM去删除 让马开东名字-com 我们回车试一下 发现他说不能去删除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目录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了 我想删除这个目录怎么办呢 好,这里面有个可选参数 叫-M 空格回车 就可以删除了 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有一个可选的 就是说-R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 你要删除吗 如果你输入yes 你就删除了 如果选no 就不会删除 和前面的yn也是一样的 这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我们不想在 平凡的删除中 来确定yes or no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创建一些目录 来说明 cd 马开东-com 里面去创建一个 mcdn 马开东-1 2 3 4 5 好 回到原始目录 点点 我们去删除这个目录 rm-r 删除之后 它会告诉你 确定删除吗 选yes 它还会问你 确定删除 马开东-4吗 再数个yes 这样删下去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并且文件特别多 我们再数个yes 它还要说删除以mysg 那这种删除 比如说我们下面有非常多的文件 这样删除是非常不高效的 并且这样删除是非常累 那如果我们想删除目录 那我们肯定是想删除 它的下面的一些子目录 对吧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Ctrl-C退出一下 这地方呢 我们就刚才已经写出来了 那就是-rf 不需要去 让我们进行确认 就将所有的文件 以及文件夹删除 我们回撤一下 它已经删完了 5ls 这就是一个RM的一个使用 好 我们继续进行下面内容 还有一些是文件的权限 有些时候呀 我们去订阅 我们去订阅一个文件 什么有权限的 那如何修改一个文件的权限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给一个文件设定一个权限 比如说700 717等等 好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其他文件的一些权限 ll看详情 看一下这个马开东这个文件 与一些权限 它是读写 那这个时候呢 它拥有的这个权限 可能还不太高 那我们想改变一下怎么办呢 我们用ChangeMode ChangeMode 好 进行一个权限的修改 我们用个 u加x 然后马开东 这个时候呢 就是将 马开东这个文件 赋予一个权限 因为有些像我们写的这个shell 它没有执行权限 所以我们这地方给它一个执行权限 好 回车 我们再ls一下 ll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现它这个颜色变了 这说明 它的这个权限也变了 好 那还有一种方式 刚才是我们记录一下 好吧 是u加x进行一个修改权限 复制出来 好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条写的这种ChangeMode -R 然后数字的形式 Linux的最高权限 是777 好 我们现在呢 给它复制一个777权限 我也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给它复制一个777权限 怎么复制呢 ChangeMode -R 777 马开通 回车 ls 这个时候我们给你 -1 付一个777权限 看一下 好 777权限发现呢 它也变了 它变成了这个 看它这个权限都是有变化的 是付给了所有的权限 它的颜色也变成了绿色 好 那这个增加这个-R的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它将这个门件 以及下面的子文件 所有文件都付予这样的权限 包括子文件 还有这个子目录 好 如果你只是针对单个的话 你是不需要加这个-R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ChangeON 它是一个授权 就是说这个文件应该由谁来操作 ChangeON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设置它的文件组和用户 只有这有了组和用户呢 才能进行一个访问 大概的这个设置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R的OAN 马开东这个用户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并没有这个马开东这个用户和用户名 用户组和用户名 所以对方会出现问题 那以后的这个在讲Hadoop的时候呢 我会将这个权限问题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 好 就说你你将这个文件夹付给谁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指定一个用户 这样子呢 就比较安全 比如说这个用户指引我能访问 别人不能访问 那这是明定格子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这个文件的这个权限也非常重要 这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这两个命令呢 应该要铭记于心 好 下一个呢 是查看文件的属性 那如何查看一个文件属性呢 用Stop 然后是马开东这个文件回车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一些马开东这个文件的一些属性 好 我们继续讲解剩下的命令 那如何修改 环境变量呢 我们这里看一下 首先修改环境变量呢 我们会 用到一个命令 叫做VM VM呢 会在下节课进行详细讲解 好 这里面呢 我先做一个大概介绍好吧 VM 然后是ETC下面的profile 然后是ETC下面的profile 按住Table键 复权 空格 好 这么一直按回车呢 就会看到一个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环境变量呢 那环境变量呢 全部要写到这种最后 好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设置环境变量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呢有一个Export 然后是变量名 然后是变量的这个真正路径 这里面是一个加瓦变量的一个配置 好 这里呢 会在下面掌揭中进行一个详细介绍 好 我们先退出 那 接下来我们还会将其修改这个主机名 在哪里呢 好 我们进一下 VMETC SysConfigure Network 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主机名 hostname Hadoop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主机名 是什么 hostname Hadoop 这地方呢 就修改了一个主机名 有些人说 主机名有什么作用呢 那主机名相当于人的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用ifconfig 是可以看到这个主机的IP 那么IP 我们是很难记忆的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 主机名和IP进行一个绑定 就可以知道这个机器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叫Hadoop 5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这个192.168.42.140这台机器 那如何将这个主机名和IP绑定呢 用VM打开这个ETC下面的host 回车 我们这就看到了这个IP和主机名的一个绑定 好 我们退出 那我们再看下面装机 那还有一个修改IP地址在哪里呢 修改IP在哪里呢 我们打开一下en在ETC下面的sysconfig下面的network sysconfig sysconfig 然后是ifconfig 那这地方打开呢 就是可以配置IP地址 好 我们继续讲解下面的内容 那如何关闭一个防火墙呢 我们可以这样关闭 Service Service Iptables Stop 这样就关闭了防火墙 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用StyTools 就会说防火墙是没有用型的 好的 关闭防火墙呢 也是一个在 用型Linux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它可以通过这种关闭防火墙 进行一个更高权限的一个使用 那如何关闭这个syslinux呢 我们执行这个命令 这些老师都已经执行过了 确实这个因为关闭这个syslinux 也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Linux中 那我们执行这条命令就可以关闭 那我们手动如何去关闭呢 我们可以用型vi.etc syslinux 然后到config下来 我们可以将这个 这个变成 disable 对吧 就可以不可用 好 这里我就不操作了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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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